这个支气管的反射区在哪里呢 各位只要我们从特写来看 就会看到五根脚趾头 在足底的部分顺着中指垂直向下 这里就是支气管 对不对 然后支气管再往下 这个这么大的区就代表我们的肺 我们知道说合受卡糖是肺系统的结病 肺系统无非就是鼻子 腌头 气管 支气管 然后就到肺 所以呢 刺激的话 这两个就是作为重点 该刺激的部位 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先用指推 指腹 大方 大方向 大面积的推 肺的部分 是从外往内 或者从内往外 横向的推 推了个三五十下 然后继续呢 拨起你的拳头 用第二指尖关节 也都同样的方法 横向的推 无论是外而内 内而外 反正就是横向 那么两个方法 手指平面 浅浅的推 可以达到一个软身 缓和的功效 那指尖关节呢 就是要有渗透性的进入比较深层 这个时候就有针对性就更强 所以呢 有浅 入深 我们的方法 刺激的工具 同样都在手上 那就变成是 指腹推 跟指尖关节推 那是不一样的 同样的方法 继续作用 就要来推这个 支气管的反射区 那记得 就是中指垂直 向下 连接到肺的这个段落 一样拇指向上推 向上推的时候 脚趾会跑掉的 所以另外一个手指呢 要在这边 在背后捆住它 固定它 然后再慢慢推 推 自己帮自己很简单 翘起二郎腿 整个脚掌就已经朝向自己 然后就可以慢慢推 那推完了之后 再用指尖关节 有渗透性的 更有深度的 来做推流 那这个就是最简单的 导致的方法 老师说到这个支